各位网友大家好 那么最近留意到一条欧盟的最新消息 就是欧盟现在正在欺负中国的欧洲小兄弟熊牙利 而且是群欧 就是很多欧盟的成员国一哄而上 共同欺负中国的小弟熊牙利 大家都知道熊牙利是中国老大哥造的 欺负我熊牙利就是欺负我中国老大哥 所以中国一定会让欧盟吃不了兜着走 咱们等着瞧 这次行就是熊牙利在上个星期通过一项法律 那么这个法律非常正常 就是禁止熊牙利学校教育教谈和电视节目 向未成年人谈论有关LGBT 就是性少数群体的内容 L就是雷斯边就是女童性恋 G就是gay男童性恋 B就是双性恋 就是男女通吃 T就是跨性别者 就是有些人 有些男人认为自己本身是女人 有的女人认为自己身体里面装着一个男人 就是很混乱 现在这个LGBT是欧美的主流价值观 就是主体思想 所以欧盟认为熊牙利你不尊重LGBT 所以我们看到了多达17个欧盟成员国的领袖领导人 联名谴责熊牙利 说熊牙利你是欧盟的耻辱 还威胁熊牙利说你要么尊重LGBT 你就可以留在欧盟 要么你不尊重LGBT 你坚持自己的理念 所以请你滚蛋 离开欧盟 荷兰首相吕特更是直言说 熊牙利在欧盟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 就说欧盟现在就想把熊牙利赶出欧盟 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弗德莱恩 一个女的 她在6月23日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直言说熊牙利的法案是一种耻辱 欧盟不会在人类尊严平等和尊重人权的原则上妥协 那么熊牙利呢 他认为自己是非常委屈的 熊牙利的这个首相 总理欧尔班啊 他辩护说 熊牙利是欧盟耻辱的言论才是可耻的 是基于虚假事实的 他说熊牙利最近通过的法案 旨在保护儿童的权利 保护父母的权利 并不适用于18岁以上的人的性取向权利 因此它不包含任何歧视的因素 就说我根本就没有歧视LGBT 而是我正在保护自己熊牙利 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价值理念 就是不仅仅是熊牙利了 包括东欧的一些国家 特别是波兰啊 还是传统的天主教的家庭理念 就是他们认为一个传统的正常的家庭啊 应该是一男一女 就是一个公的一个母的 然后有一些孩子 而不是两个都是男的 或者两个都是女的 或者有一些跨性别者 乱套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 是人家的自由啊 但是欧盟很明显就是双标啊 你没有尊重人家熊牙利波兰的选择权啊 欧盟美国不是提倡自由平等人权吗 平等是不是意味着欧盟所有的成员国 无论大小无论强弱 都是可以做下来和和气气的谈论所有的议题 包括现在的LGBT议题和军备问题 是不是这样的 你不能够以大欺小 但是欧盟的现在就是强加欧盟的主体价值观啊 就是所谓的尊重LGBT 熊牙利肯定不愿意啊 所以呢 欧盟就想让熊牙利滚出欧盟 我奉劝熊牙利啊 如果欧盟不接纳你 那么你跟中国混 反正啊 你看欧盟 欧洲里面有这个塞尔维亚 还有熊牙利跟中国混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塞尔维亚最近这几年的经济数字非常漂亮 熊牙利抗议的成绩非常牛逼啊 熊牙利最近的欧洲杯啊 这个体育场里面都是满满的 因为他打了俄罗斯的卫星疫苗和中国的国药科兴疫苗 所以人家不怕 就说熊牙利和赛维啊 你跟中国老大哥走 跟俄罗斯走 你不要害怕 欧盟抛弃你 欧盟不尊重你的意见 还有中国啊 对不对 所以欧洲啊 就是典型的双标 特别是美国 强加自己的价值理念 价值观 认为所有人都应该信他的价值观 这样才是一个普世价值 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价值观 如果其他国家跟他的体制不一样 跟他理念不一样 就说你是独裁的 你是不尊重人类的普世价值 就应该滚出欧盟 这还有天理吗 很明显就双标啊 我觉得欧美如果继续这样干下去的话 就是过分的强调LGBT 总有一天你的文明会消失 我没有任何不尊重LGBT的意思 我认为中国现在就是尊重LGBT 最自由的一个国家之一 中国同性恋啊 没有任何的歧视 自古以来中国就不歧视这些人 都是没有否定他们存在的 你看中国有多少的历史文献资料显示 有多少人是同性恋啊 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啊 《红楼梦》里面你们去翻看一下 有多少个同性恋的场景啊 这个贾宝玉还有秦宗 跟苏童一些关系 暧昧关系都是同性恋啊 说明中国传统社会就是有同性恋存在的 咱们不歧视不排斥 但是你不能强调啊 你不能鼓励这种价值观啊 因为所有人都搞同性恋了 那你这个文明几乎就要完蛋了 你看现在法国欧美 特别是英国 人家骂你是 不是骂你 人家说你是 形容你是辅国 什么意思啊 就说英国人好好的男人不去找女人 反而是跟另一个男人结成一个伴侣啊 就说两个男人过上好日子了啊 说这才是时髦 这才是真爱 因为女人爱男人是爱他的钱 爱他地位 不是真爱 只有男人和男人才是真爱 纯洁的 所以现在这个英国的同性恋比例啊 有多高啊 这很不正常啊 正常的同性恋比例大概是零点几吧 就是一个国家 哪怕是非洲啊 中东 中国欧美都是有同性恋的 但是比例非常非常少 这是自然界的一个正常现象 但是呢 你现在去鼓励 这是非常恐怖的 比如说法国有的人 他已经不生育了 不愿意生育 而且是少生育了 现在你还要鼓励人家去同性恋 把这个生育名额 让给了一些移民难民 你看人家移民难民家庭 一个七八个的生 拿着补助 拿着这个救济款 人家肯定愿意生啊 人家是这种伊斯兰教法 关你什么LGBT呢 所以现在欧盟啊 就是因为这个LGBT 这种白左思想 圣母表思想 导致自己文明啊 人口人丁不兴旺啊 这个种族慢慢的被其他人种给替代了 这是非常 这是简直就是亡国灭种啊 这是亡国灭种最最隐秘的一种方式啊 你的文明人口被人家替换了 置换了 中国应该引以为戒啊 欧盟现在就在走一条死路啊 好好的阳关大道不走 走汉路 走这个独木桥 我记得以前这个罗马军队里面 有一个军队里面 军团里面全都是同性恋啊 就是蓝同性恋 就说有战斗力 最后被斯巴达给灭了 对吧 说明人类啊 不能够过度提倡这种价值观 因为你这是偏离正常思想的一种价值观 当然呢 我认为欧盟这一次啊 借这个LGBT一提攻击恶心 雄牙利 目的并不是这么单纯 并不是这么简单 而是找一个借口 好好的恶心中国小弟雄牙利 最好能把雄牙利踢出欧盟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雄牙利最近这几年非常的关爱 中国老大哥非常的贴心 处处的维护中国老大哥在欧盟的利益 欧盟想通过一些制裁中国的法案 不行 我雄牙利不准 一票否决 因为欧盟呢27个国家 如果有一个国家不通过的话 法案就是废纸 所以雄牙利呢 绿绿的为中国撑腰 什么制裁中国法案 不行 通不过 制裁新疆法案通不过 制裁香港西藏台湾法案通不过 所以雄牙利就是中国的好兄弟 那么欧盟呢 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嫉妒了 他认为雄牙利塞尔维亚 都是中国的特洛伊木马 中国中共就是想要把这些国家拉拢 成为中国在欧洲的桥头堡 可以用来攻击分化欧盟 使欧盟不能够团结一致 我觉得中国坦白说也是有这个想法的 就是要拉拢欧盟 一些国家 比如说这个希腊 雄牙利 塞尔维亚 你能把我怎么着 能拉拢就拉拢 谁会跟钱跟贸易过不去呢 你欧盟不去怪他们 你欧盟不给塞尔维亚疫苗 不给雄牙利疫苗 我中国给雄牙利疫苗 让他体育场里面 场场爆满 雄牙利不是因为接种中国疫苗 场场爆满吗 说明他已经得到利益了 他就要跟中国走呢 你能把雄牙利怎么着呢 你能把中国怎么着呢 所以这个主要目的 就是要削弱中国在欧盟的利益 你以为他实际上 他表面上是打这个雄牙利 其实实际上就是攻击中国 所以雄牙利奉劝你一句话 如果欧盟待不下去了 请你靠拢中国 继续靠拢中国 继续向俄罗斯靠拢 雄牙利塞尔维亚 包括波兰 现在都跟这个欧盟的主体思想不一致了 因为这些国家都是传统的东欧国家 第一天主教思想非常的根深蒂固 第二共产主义思想影响 他们被俄罗斯影响过 不可能接受你这种LGBT意思 什么黑命贵的意思 你看人家波兰雄牙利 都是拒绝接受移民 因为他们都知道 他们是永远都是冲在 跟穆斯林伊斯兰文明对抗的第一线 你看人家东欧都是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攻击 欧洲也好 西欧还有俄罗斯帝国也好 都是要通过 东欧 人家是深受其害啊 你怎么能够强求人家接受移民 强迫人家 接受这个LGBT思想呢 让他文明自己灭亡呢 所以欧盟啊 我早就看透了 美国也是一样 永远双标 自己的思想理念强推给别人 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 说你是独裁 说你不合群 你滚出去 熊牙利 奉劝你最后一句话 如果欧盟混不下去 来中国 跟中国混 中国有肉吃 就由你一口汤喝 跑跑 今天这期视频就随便聊一下 喜欢我的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